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游人上的餐厅 我们介绍的是钻石公主号上面的International Dining Room 这个Dining Room相当大 大概有可以容纳100个人左右 那钻石公主号上面 凡是Traditional Dining的 通通在International Dining Room 什么叫Traditional Dining 就是说你要指定时间入座去吃饭 那它分两个时段 一个是先入座 那是First Sitting 那是在5点45分 下午5点45分 第二个是后路座的 就是在Second Sitting 那是在晚上的8点 那除了Traditional Dining以外 你还可以指定Anytime Dining Anytime Dining是大部分人都指定的 那它是在另外四个餐厅 那根据他们各个餐厅的时间 到时候你就去就是了 如果你怕没有位置 你可以先预定 但是预定的话 就要在下午5点半之前先预定 这就是邮轮上的餐厅 所以请您看凭 bunun 那这个 Sheila 就是过来的那种 参照的那种